歡迎收看實拍實說 我是大地海外星學的Daniel 今天來到英國的南部 參觀我身後的這間技術學校 Buckwood School Buckwood 已經有大概90年的歷史 他們除了有收英國的學生之外 同時也有收大約40個不同國籍的學生 在Buckwood 讀書 他們開辦的課程方面 會有10歲至14歲 Form 1 到 Form 3 即是 Junior School 另外去到 GCSE 或 Six Form 課程也有開辦 現在大約有350個學生 在Buckwood 讀書 Buckwood School 位於英國南部的小村 它附近有一個很有名的海邊小鎮 叫Hastings 其實過去學校大約15分鐘車程左右 如果由倫敦希斯路機場過來 就要大約2個小時 講一講Hastings 這裡風景都頗美 除了有一條很長的海岸線之外 它附近的加油地點都不錯 Hastings這個小鎮都有些個性小店 也有Shopping Mall和超市 同學如果要買日用品都算方便 學校的環境很好 它的這座Broomham Hall 原來前身是一座16世紀的莊園大渣 裡面的裝修和擺設 真的有些霍格華之學校的感覺 它現在除了有校長間房之外 也是一些Junior Student的宿舍 而這裡整個校園和Broomham Hall 都是充滿著歷史氣息 很配合他們很著重傳統禮節這個特質 好像他們很著重紀律 世交禮儀 他們的Bording House制度 另外他們每星期五 都會有一個很隆重的Assembly 去表揚一下同學 學校的環境 你見到校園相當之大 我來之前Google過 就說有43公頃 其實講完我也不知道有多大 但是來了一天之後 其實都不太行走整個校園 看到後面周圍 都很多不同的活動空間 一些專用的設施 無論是體育或上課 給同學 同學在這裡學習 應該是相當好的一個校園環境 Buckswood的同事Phoenix 不單止帶我到處走 還帶我來這間酒店 這裡我不是偷懶 而是學校原來還在管一間酒店 除了如果來探訪的同學家長 想有些住宿可以在這裡住之外 學校接下來在Foundation Program 還會管一個Hospitality Program 如果有同學他需要做Internship那些 其實是可以來到這間學校自己經營的酒店 可以去學習實習 在Buckswood這裡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有很多課堂以外活動 給同學除了上課之外 都可以有很全面的發展 這裡提供的活動真的相當多元化 除了你看到我身後有同學踢球 游泳 一些民政活動 可以說烹飪 各樣之外 另外還有騎馬 有Flying 有很多特色的活動 給同學可以去擴闊自己 連我自己剛才看到都大開眼界 我愛你啊 Buckswood這裡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他們對男子足球隊 他們有一間很有系統的Football Academy 拿過不少地區 以至全英的錦標 去年和以前還有同學 簽過一些職業足球員的合約 成為職業足球員 等我都跟他們的Head of Football 我們教學生從12歲到19歲 我們教學生從19歲到19歲 我們是一個Football Academy 並不只Football 但教育也 我們提供八個小時 的Football練習 我們有很多旅行 學生可以參加 學生可以參加 地區和全球 組合 我們有很成功 在這個程度上 有約130學生 現在在Football Academy 我們有四個年級 我們有四個年級 在四個年級 我們有三個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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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年後 我們又到了 我們失去年級 我們失去年級 但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第四個年級 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第四個年級 第四個年級 所以我們的年級 所以我們是 一個國際的年級 是個最好的年級 我一直在一起 是的,我們很羨慕 我們是小學,我們很羨慕 我們很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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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31個球員 成為了五個球員 在過去五個年 都在玩拳全球 全球全球 我們最名的球員 是一個學生 名叫 Terren Moffi 他是一個學生 英國的球員 在聖誕節時 他在法國的球員 加入France 32萬元 我們很羨慕 我們有31個球員 在過去五個年 我們有更多 每逢長假期 學校都會舉辦一些活動 給同學參加 最近這兩個長假期 有例如他們去Scotland 去意大利 或者附近的城市活動 而在暑假 學校更加會組團去非洲 進行義工的體驗 讓同學 上一課難得的人生課堂 另外還要提 就是他們會為 6th Form的同學 安排工作實習 學校會為他們安排 和課程相關的工作 例如有同學去過土耳其 做accounting 在倫敦的保險公司 或者巴黎的photox studio 工作實習 雖然只是短短的一至兩個星期 但是是一個給同學出來做事 或者入大學之前的很好的體驗 學校那麼著重放的活動 其實不只是為了他們的投資 而是真的給同學在成長的階段 可以勇於嘗試一些新的事物 在過程中可以提升一些 自信、社交技巧 甚至學習時間管理 提升精神健康很多的益處 讓他們日後的生活、學習 各樣方面都可以保持passion 我們又講一下這裏上課的schedule 同學每天9點就會開始上課 而每天上課之前都會花些時間 遇到自己的tutor 準備一下接下來的時間 然後他們會有六堂上課 直至到三點半 當然中間會有些break time 剛才也提及過 學校有很多課外活動 其中四點就會有lesson seven 等同學在一些課堂以外的時間 都可以再做些不同的事 例如運動、烹飪、跳舞等 到晚上六點半之前晚飯 但除此以外 學校也會有one on one things to do at boxwood的時段 就是目的給同學試一些新的事物 挺有趣的 晚上睡覺一般是十點半 睡覺前可以和朋友玩一下 休息一下 準備一下第二天的安排 如果同學太多電都沒問題 晚上還會有些活動 例如interhouse的籃球 或足球比賽 聽起來都很精彩 Buckswood這裏的GCSE課程 有兩年制和一年intensive的兩種 一年課程主要是給國際學生讀 一般他們會收讀六至八科 而學校也會鼓勵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去考慮自己native language的一科 而除了在課室上課之外 學校也會安排一些旅行 例如讀business econ的同學會去那些車廠 有些大型品牌的museum 又例如讀arts and photography 同學會去art fair實地去學習和體驗 同學在GCSE成績教升上6th form之後 就可以選擇讀A-level IB課程 又或是university foundation courses 學校很明白每一個同學的專長和取向都會不同 所以就和他們提供了三種不同的課程選擇 讓大家因應自己的情況去選擇適合自己的出路 學校一共有六座宿舍 我們今天就先看看這座女僧宿舍 這裡的房間都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型 由四人房到單人房都有 而同房的都會是不同國籍的同學 讓大家的英文可以進步得快些 看下去這裡的住物空間都蠻充足 另外亦都會有書桌給同學可以讀書 至於你看到的這間獨立體修間 就未必每一間房都會有 宿舍入面亦都會有coming room 給同學放了學之後可以有時間一起聊聊聊 今天參觀完Buckswood School 一來到當然是被他這麼大的校園哇了我 學校入面亦都有不少 一些不是每間學校都會有的設施和課遊活動 適合一些喜歡活動的同學仔 我想這一個就是Buckswood的特色 透過好全面的活動去豐富同學的成長經歷 同學的考試成績和大學出路同樣都不錯 當然啦 學校都不是標榜他們是最top的那類成績的學校 如果同學一心想著是要來坐書爭最top成績的話 Buckswood 的確未必是你的first choice 學校附近Hastings環境很好 小鎮上面的人都頗友善親切 但當然啦 同時間他又不會有大城市那種繁華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條影片 臨走之前記得comment like 及subscribe我們實拍實說的頻道 或許 generated at home 還有可愛私學幹嘛 即刻WhatsApp大地啦 字幕作為頂 death 達 Дж Educa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